英国的学校会给孩子们提供免费午餐,让那些贫困家庭的孩子也能填饱肚子。 但学校放假的时候,这些孩子没有免费午餐吃,很可能会饿肚子。 麦当劳准备跟英国贫困慈善机构Fansher合作,唯有需要的家庭提供一百万份免费餐, 让那些贫困家庭的孩子在其中休假期间也能吃饱饭吃了。 时薪向下三角英国麦当劳一直致力于做慈善,之前已经向Fansher和其他慈善机构捐出400吨食品,10万升牛奶。 接下来麦当劳将给慈善机构捐款,让一百万份免费餐能送到最有需要的人手中。 执行向下三角麦当劳英国和爱尔兰业务的首席执行官Paul Paul瑞说, 我们一直致力于维门市所在的社区提供支持和服务。 在如今这个时代,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应该支持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 Bearsher之前已经募集到2000万英镑善款。 现在麦当劳伸出援手,将为慈善事业做出突出的贡献。 Bearsher的首席执行官Lindsey Boswell说, 在这个支持社会最弱势群体的关键时刻。 麦当劳的积极表现展现出了真正的领导力。 这笔资金将用于把一百万份免费餐送到不同的家庭中。 麦当劳愿意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。 帮助这么多有需要的人实在很暖。 话不多说,下一餐就去吃麦当劳Tiller。